就像最近那件有爭議的判案 我想回到裡面來講 法庭判案基本上社會上很多人都尊重的 就算我們不同意法官的判案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高調地批評 特別這一次就算有很多人說得很離譜 我們見到大律師公會基本上都避免批評法官 但是兩件事 因為現在法官的判刑本身就真是比較輕 這個本身已經令人有點難以想像 你判得輕還可以解釋 就因為律政司檢控蓄以雙人罪 就不是謀殺 變成他判刑的寬度是比較大 這也沒話好說 只能指責檢控部門根本就是本物倒置 但是最大問題是法官作出量刑 以及去解釋他內刑的判詞 確實真是很有問迫 因為我們真是不會想到一個法官 竟然會說一個很明顯這個人是 你說他蓄意謀殺都有理據 因為他在泛海前幾天 是將一些他的意圖清楚擺在他的網頁上 他真是拿刀令到一個完全沒有準備 面對他襲擊的人嚴重受傷 是入到ICU生命的危險 這個很明顯已經有蓄意成分 和傷人的程度很嚴重 是致命的受傷害 有什麼理由法官會認為他是被迫 這個已經是很無道理 甚至說到他只是受害者 是你們迫到他善不過氣來 這個應該很無道理 再加上他用的字眼說他情操高尚 說他自動投案 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他是犯案之後逃離香港 走了回大陸 到後來警察找他 他收到家人通知 他知道都不能走了才回來 本身也不是說他一開始 就在等警察拘捕他那種 所以法官整篇半詞 包括他情操高尚 說他關懷受害人 說那個受害人迫到他無氣可投 或者說他有很多文字 都是批評那個受害人 那個受害人本身都是連同長度貼 貼Poster 所以整份判詞真的相當離譜 不單止是一個判斷 令人難以信服的問題 而是他列舉的事實 以至所講的因果關係 都全部是偏離了現在公眾看到的那些 根本就不是事實 也都偏離了那些因果關係 根本沒有辦法令人接受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今次公眾對這件事的反應 真是很難強烈的 眾言你說一些專業團體 大律師公會 因為他都盡量不去批評這件事 因為他們一向都秉持這個原則 就不批評這法官 但這次我相信公眾的反應很清楚 我會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律政司是沒有理由不去覆核刑期的 大家才記得最近才有單案事件 烏損國旗一件事判刑之後 律政司也要以判刑過輕去申請覆核 最後令到被告人要坐20日監 如果你烏損國旗這麼少的事 你都可以去申請覆核 這件事是事關重大 我覺得律政司沒有理由不去申請覆核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我會覺得這件事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就是說各位香港人 將我們的寄望放在法庭上 法庭就是一個最後的一個防線 就算有時法庭有些判決 大家未必好接受 大家都尊重的 過去香港很少出現衝擊法庭的事件 過去有某些示威出現過一些 在法庭門口寫字這些 事後都有一些證據是懷疑是警察做的 是一些辯莊警察做的 所以我覺得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尊重法庭 就算不同意法庭的判決都尊重法庭 但是這一次這個判決既偏離事實 也都倒閣為因 也都擺明是本末倒置和士兵不分 就會令到法庭的公信力受到很大的損害 我覺得這個是這麼多年來 我未見過法庭的判詞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 如果大家覺得無險可守的話 而你又說那個人拿刀斬人情緒高尚 這個真是很影響荒謬 市民覺得無險可守的話 抗爭者覺得無險可守的話 我相信有些示威者真的會覺得 那我就寧願情緒高尚你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我覺得如果政府以至它支持者 包括它部分法官 真是去到一個階段 完全不理一些應該守的底線和專業原則 不去守一些應該堅持的底線 只是犯政治化處理問題 甚至偏離一些過往幾十年來 香港都堅持的一些標準和專業操手的話 我覺得只會令到香港社會 整個社會沒有底線 到時受害的是整個社會 亦都令到一些進一步的更加激烈的抗爭 更加暴力的抗爭無可避免 你現在即時造成的效果就是 你真是不排除有些人會覺得 既然法官都說我這樣做是情緒高尚 我不滿了大大都刺你了 跟著我又說我失業沒有去做 情緒很低落這樣 那到時怎樣判呢 這個是案例來的 是吧 如果這樣的話 人人都可以拿刀出街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傷的惡劣的影響 所以我會覺得這次是很特殊 也都未見過 法院在事後很快就作出了一個安排 就是這個法官原本要審的 一些涉及反佔中的一些案件 都轉了另一個法官 還有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是留意到公眾對這件事是關注和爭議 我覺得這個正正反映著 法庭都看到事態嚴重 事態嚴重在於 你除了衝擊法庭和法院的公信力之外 實際上造成一個很壞的社會影響 所以這個都是這麼多年來都未見過 法院是因為外面的反應 而換法官一聽都未聽過 想都未想過 這個很特殊的 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除了法院做這件事之外 暫時被避風頭之外 我覺得律政司沒有理由不去覆核刑期 甚至我覺得沒有理由不上訴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應該考慮的問題 若不是香港沒有標準的我覺得 官方包括香港包括大陸 他干預香港司法系統 這個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行政部門由他最終任命 他已經控制住 立法會立法機關的選舉 他也違反了他們對香港人的承諾 2007年之後沒有直選 以及以國家安全之名不斷拖延的競改 這個完全違反了自己的諾言 已經很清楚了 現在香港人要求他實現承諾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司法機關相對比較獨立 這個也是香港在港英時代已經是這樣 司法機關就是相對獨立 法官是終身職業來的 他做了之後他不用擔心會被人炒魷魚 其實也是 所以其實也令到法官可以真的秉持一些法律的原則去判內 不用受權勢的壓力 這個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是過去十幾年 其實北京當局用很多方法去做法庭的工作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有人這樣說 香港在袁仲廷那部有部份已經淪陷了 在上訴法院基本上很多法官都是 跟這個北京關係很密切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出席各種講座、活動、國內交流很多了已經 現在香港在法院守得住的 據我的認識就是終審法院那條線 和在袁仲廷、地方法院部份年輕的法官 所以其實他們法院受到政治污染 受到權勢的干預已經是一個很公開的秘密 我們其實現在無法知道究竟有幾多個法官 已經是北京的人 簡單說 即是說已經很大程度上受迫影響 我們不知 但肯定是有 事實上我個人都相信 在回歸過渡過程裡面 北京在不同位置不同崗位不同專業 是安插了很多人 這些人到適當時候就會出來為國效力 這個可以預計一件事 所以我說法院也有這件事 所以其實過去幾年 香港都經常在香港政治熱量不斷上升 其實過去在遇上暗動之後這幾年 已經有好幾宗這些法團的判案 其實是有爭議的了 事實上過去一年有兩宗很大爭議的事件 但是我剛才也說了 雖然是這樣 大家都仍然是宜中留情 大家仍然將那個寄望放在法院 捍衛一些法律原則 作為一個香港人的一個最後的防線 所以其實過去當有任何人意圖去批評法官 或者是衝擊法院的時候 示威活動有個別的衝擊法院事件 你見到大律師工會和一些專業團體 都會出來批評 就算示威者一些所謂比較激進的組織 都會出來喝止 而事後也有些影片有些相片 是被人提出是懷疑那些是警察 或者一些臥底刻意做的 這個很清楚 我覺得其實過去一向都是這樣 雖然有些地方我們都是懷疑不同意 但是大家都仍是寄託一個希望 因為法院本身是獨立性 因為法官本身是一份 不如會被炒柔的職業這些因素 會令到法官可以獨立一些 但是事實上北京以至全世界階層 不斷去做一些事去影響法庭 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所以做了一段證止 一個國際媒體所公佈的事 其實並不能意外 而且你看回報道你都知道 其實雖然事後 就是中司法院大法官出來否認 他受過什麼壓力 但是那份報道它是引述過 三個獨立的消息來源 那我覺得這個肯定並不偶然 因為這些國際媒體都 他們有資源做得很嚴謹 他們是引述了三個不同消息來源 才得出這個結論才得出報道 所以就算中司法院大法官出來說 他沒有受到壓力也好 他都沒有去否定報道內容 這個也很值得我們留意 所以其實也都間接 你或者說這麼說 你確實有些人想做他功夫 不過我不覺得是有壓力的 所以其實香港法院 現在面對一個很困難的處境 特別會換這個中司法院的法官 跟著就會有一些過去被人印象 是較為堅持一些普通法原則的法官 都逐漸會退休會換血 而換血的時候那個主動權就在特區政府那裡 會不會因此而逐步逐步將香港的法院 即是國家化呢 這個很值得留意 當然政府會不會用這個法院作為打壓工具呢 其實法律看你怎麼用 法律永遠都是一種 如果你用來打壓人權打壓自由的話 法律有很多空間可以做到的 就算美國英國如果他們真的要這樣做都做到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要明白 法律的精神就是要限制公權力的國務限量擴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法院之外 社會有些所謂第四權都很重要 譬如資訊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特別是新聞報道的自由都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建望就不是存在法院 當然如果這個政府或權制階層是自律一些 也都是自覺是受到新聞媒體 受到公眾言論監察的話 它也都不敢過度地運用法律工具 達到一些政治的目的 這個是整個所謂權力的棍憑和互動 其實往往都是這樣 香港現在的情況確實有種趨勢走向大陸化 即是說用以法治國、依法辦事之名 就不斷利用手上的法治和法制工具 去達到權勢階層要達到的政治目的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它能夠令到大部分媒體都變色 它又很大程度上能夠令到一些反對聲音被打壓 又令到議員動一點就被DQ 相對來說政府這方面權力全世界就會大了 所以政府運用法庭來打壓的人 就一定會變本加厲的 所以你見到近幾年 動一些你有把軍刀仔在你的背囊 它就說你採射筆 它就說是暴動 說你擁有這個攻擊性武器 誰沒有刀在家裡 如果它真的要拉了全香港的東西都拉了 這些就是所謂以法治民 這些不是法治是以法治民 現在政府利用法院來做一個打壓工具 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動節就告你很重的罪名 你又有個人突然間出現 刺了何君堯一下就告你蓄意謀殺 但同時一個義工被人斬到ICU 它就說它情緒高尚 這些控告罪名只是控告出意傷人 這個就看到檢控主動權 其實就在政府那裡 你一檢控過程已經可以做手腳了 跟著如果法院都受到權勢影響 或受到權力污染的話 其實後果可大可小 就造成剛才我所說的那種以法去打壓的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可以做的 大家如果還將那個寄望寄託法院的話 可以做的就是透過仍然可以用的法律條件去申訴 所以現在有議員說 有些人說不是議員 有些人說如果過去那麼多所謂政治性檢控 因為你示威暴動因為你抗爭就告你入獄 那你一判你入三個月的話 你就連這個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不能夠參選 是不是過嚴呢 這樣就向這個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市民民間虛用的方法 但是對這個做法我覺得都是不是很樂觀的 因為就算法院認為 它就算認為 不應該因為一些輕微的法律 一些輕微的非暴力罪行 就剝奪一個人過場地剝奪一個人的政治權 這樣說也好 它都無權廣話多久才會合理 最終這個修正都是要靠行政機關做的 如果現在的情況我覺得政府是刻意要利用檢控 動一點就檢控你來達到打反對者的目的的話 它更加不會改變這個做法 它一而再再而三檢控你 控到你坐牢為止 一坐三個月你就幾年不用選了 這就是政府的陰謀目標 所以我覺得政府讓步的機會很小 而法院也都很難就著怎樣叫合理去建議政府做些什麼 因為法院不是一個主動有行政權的關係 它是一個被動感 它只是解釋法例 它只能根據現時的法例作出一個裁決 就算它覺得現時的法例不公道也好 過往都試過 它覺得現時的法例過時 或者判刑過輕或者判刑過重 法院有這樣的感覺也好 它只能夠建議政府去檢討 它不會說這樣就不行 要推翻政府的做法 它是無權這樣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法例 所以我覺得有人去申請出貨客 只是將這個課題擺在公眾議程上 希望引起公眾關注 希望給多壓力政府 希望各界能夠合作去推動改革 是這樣的作用